文化局美术馆在这个月举办了赖宗燕师生书法连载17号举行的开幕仪式 县长徐正伟特别出席 他表示赖宗燕将军的书法力道尽强 虽然公务繁忙不过每天还花上一个小时专业书法 县长赞叹赖将军对于华人书法文化传承的毅力和耐力 为了维顾中华传统基议弘扬文化资产 花园县文化局17号上午在美术馆一楼举办赖宗燕师生书法连载开幕仪式 县长徐正表示传扬中华书法艺术是花园县陆历推广的一环 学术涵阳与社会知识和谐仅仅相扣 县长徐正在探赖将军年事已高 仍将传扬书法文化作为人生的使命 而这次相当荣幸赖宗燕将军与学生们在花园办理书法连载 而生命的意义在创造人类宇宙积极及生命 我相信赖将军在先总统讲后 这两句话里面统统都做到 而且是让我们非常非常要学习的表感 花园县在这十年来 我们在推动儒家的思想 在推动我们的独基中华教育 希望在附赠我们中华历史的文化 在这里真会早上九点才去参加 我们的一个独基因学会 在做事培 为什么要做 因为老祖宗的智慧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地赞叹 老祖宗教我们自己一件事情 做人就是学做人 他没有教我们做事 但是做人做的情意 以及我们知书达理理义连识 做到诚心 我想做人成功 做事自然顺服 顺着人 自然成功 而这也是我们从小到大 到学校里学做人 在社会也学做人 而在我们在福镇中华文化的时候 所以我们更希望花莲的孩子 除了我们的体育 是台湾体育培养的遥来国外 我们更希望孩子能够文武建军 文圣职则实 职圣文则也 文是一兵然后军子 所以花莲县在推动我们读经 以及希望我们的孩子 能够深强体贱 身心比更加的富足 这次展览有赖中焉将军 与花莲县长青班 郑仁班 台北郑德班 宾厨学院 以及连江县 妈祖班等学生共同展出 这次展出的作品 都是参展学院们上选的作品 所呈现的画墨印底 非常值得观赏一同来欣赏 这次展览的作品